问题10 家长们可以怎么样帮助 视ELL中学的孩子学业成功 首先要注意 在温哥华 学生必须与父母或其中一方 或法定监护人同住 才符合接受公立教育的条件 刚抵达的学生 如果不是跟父亲或母亲同住 就需要付国际学生学费 第二 要学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自修 自修跟家庭作业并不一样 家庭作业是老师指定的 而自修是学生在课堂以外 自己主动寻求知识 自修的例子是下课之后 定时复习功课 预习下一课的内容 让自己在上课之前 有好的准备 用功改进自己的阅读 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 以及和朋友一起组织学习小组 当然参加课外活动也非常重要 好像参加活动小组 音乐 体育活动 或者在社区里头做义务工作 学生参与这些活动 让学习与生活技能之间取得平衡 为毕业之后的生活打好基础 最后 ELL学生和家长都可以找学校的辅导员 ELL老师 多元文化工作者和学校移民安顿工作者 向他们查询和寻求他们宝贵的意见 希望这段录像让您对孩子将要经历的学校制度增加了认识 如果要看其他录像和资讯 请上网到温哥华教育局网站 www.vsb.bc.c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